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半个世纪以前 CEO的薪水只是公司平均年金的七倍 现在是200到300倍 所以企业家赚很多钱 然后赚了很多钱 他不想要干什么用 因为他没有时间花钱 那如果我们知道 怎么去定义我们的事业的模式 说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我就一以贯之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创造出最高的价值 我们公司我算过 我们公司的附加价值率是78.7% 就是我们每做100块生意 对台湾社会的贡献值 是将近80% 因为我们把钱分给了员工 我们把钱进了社会 如果我们发现 台湾的农产品出问题 我们出不了很多钱 但是我就跟总务讲 每一个员工十斤的农产品 你买任何一个我都没见 这是我的心意 然后告诉员工说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 你们支不支持 那我觉得我自己在买的时候 我也很开心 所以舍跟得之间 你怎么去理解 我试着从这个角度 去定义我的Leadership 我大概在最近有一个机会 跟三位台大毕业 自己创业的年轻朋友 他们是1980年出生 他们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投入毕生的精力 就做不出东西来 他们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他们又认为说 我们这一代没有把资源分配给他们 那我们就会想说 我们在讲的时候你们都没在听 你们只想做你们自己认为 你们认为对的事情 而不是说 台湾这个社会 你的责任心 是要让台湾这个社会 更有竞争力 所以大家都在怪我们 没有去理解年轻人 但我会反问 年轻人 你们花了多少力气去理解 我们这一代的人 为什么创业会成功 所以各有各的问题 大家要去相互理解 而不是一直批评 一直批评 我没有批评 我只是在想 这一批年轻人 我怎么帮他们 谢谢 谢谢 让我有这个机会 其实一般的访问 都问我科技业的问题 对 今天这个问题是 跟以前完全不同 我答起来我非常开心 也没有什么特别压力 因为我就这样想 对 我就很由衷地说 这样想不是很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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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